古代人惜字如今很少夸赞某人如何如何帅 比如我们都知道的大帅哥潘安 史书里也只留下了美姿仪三个字 但在靖书中竟然破天荒出现了 对一个人的相貌大段描述的文字 说他身长七十八寸 每瓷器有风仪 而土木行骸不自早逝 人以为龙张凤姿 天智自然 那这个相貌出众的人 就是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 姬康 当时有个人叫赵志 跟姬康见了一面便惊为天人 于是相思成狂 数数狂走五里三里 竟多次离家要去追寻姬康 家人苦劝严芳也没用 求一扎针也治不了 一时间竟上了娱乐头条 很多年以后 有人夸赞姬康的儿子真帅 是那种在人堆里 一眼就能锁定视线的帅哥 并由此还诞生了一个成语 叫鹤立鸡群 姬康的好友王荣听后不以为然的说 那是因为你还没见过他爹有多帅 姬康这个人不光长得帅 关键是很有才 二十四岁这年 姬康带着他的成名作养生论来到京城 竟然使得整个洛阳城为之倾倒 短短几个月 他就成了洛阳城的超级偶像明星 以至于皇室也对他亲眼有加 曹操的儿子配王曹林 竟不顾姬康的平民身份 欣然把孙女常乐庭主嫁给了他 这一切如此出乎姬康的意料 他成了曹操的曾孙女婿 并且官至中散大夫 然而姬康不知道的是 他已经一脚踏入了未尽的政治漩涡 公元249年高平陵质变爆发 司马一窜全曹家失事 作为曹操的曾孙女婿 姬康对司马家族的卑劣手段 充满鄙视 他拒绝司马家的拉拢 决定远离朝堂消极避世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 姬康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他们相聚全邻 失久为歌 就是让后世文人 亲献不已的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 对于后世的文人 是一个符号般的精神存在 在那片竹林中 他们抛却世俗纷扰 展露最真的性情 表达最酷的自我 放到今天 他们就是一支人气最高的摇滚乐队 而姬康就是这支摇滚天团的精神领袖 他拥有大批的粉丝 一度熔登 最具影响力艺人的榜首 他的粉丝中也不乏一些名门贵公子 比如钟慧 钟慧是大书法家 钟慧的儿子 他19岁就当了秘书郎 不到三年就升为尚书郎 这支朝堂上的极有骨 一直是姬康的狂热粉丝 或许是偶像的光芒太过耀眼 钟慧感觉自己爱得低到了尘埃里 有一次他拿着作品四本论去拜访姬康 结果到了门口却胆怯起来 怕作品不能入偶像的法眼 竟然在门外把作品丢进了姬康的院子 然后回身便跑 那感觉就像是自己的作品会玷污了偶像的眼睛一样 后来钟慧每当想起那个仓皇逃跑的夜晚 都会感到羞耻 但他没想到的是更羞耻的还尚未到来 公元二百六十年司马昭公然杀害魏帝曹毛 他急于篡位的野心路人皆知 当时他收了一个铁杆幕僚 此人正是姬康的狂热粉丝钟慧 傍上了大哥的钟慧自以为今非昔比 对偶像念念不忘的他决定再次去拜访偶像姬康 就像很多穷小子都会满身名牌开着宝马荣归故里一样 急于证明自己的钟慧 给自己摆了一个很大的阵仗 本以为能在偶像面前扬眉吐气一回 谁称想姬康连抬眼看他一下都没有 当时姬康和向秀正在打铁 两个人挥汗如雨 叮叮当当把钟慧这傻小子彻底晾在了一边 当成了空气 这场景让诚信而来的钟慧尴尬得无地自容 他转身要走 背后却传来姬康戏谑的口吻 何所闻而来 何所见而去 钟慧咬牙打道 闻所闻而来 见所见而去 说罢 拂袖而去 从此钟慧对姬康因爱生恨 一直想着找机会收拾自己的偶像姬康 当时司马集团不断收拢大权杀人如麻 他们希望能够收编一些大威 作为帮自己发声的喉舌 而姬康正是最好的人选 但司马昭知道 这个人不好收服 于是他搬出了姬康的好友 山涛 山涛自巨原 竹林七贤中的老大哥 他是姬康的好友 但也是司马家的亲戚准确的来说 司马懿的夫人张春华是山涛的表姑 山涛啊 该管司马懿叫表姑父 司马集团曾经拉拢过姬康 但姬康从来都是非暴力不合作 于是一筹莫展的司马昭便指示山涛去拉拢姬康 而姬康依旧是一副硬骨头 当自己敬重的老大哥山涛出面时 他不禁大动肝火 写下了千古名篇 《与山巨原绝交书》 这封绝交信言辞十分激烈 大意使我们志不同不相为谋 就从这一点 你山涛就不再是我姬康的朋友 吃瓜群众都以为 这是两位昔日好友撕破了脸皮 只有司马昭明白 这封绝交信是在向自己表明立场 老子不想去你那里上班 你找谁来都不好使 司马昭气得牙痒痒一时间无从发泄 只好掏出了小本本 为姬康好好记上了一笔 而目睹了这一切的中慧嘴角微翘 他知道自己一血前耻的机会就快来了 当时姬康有个好友叫吕安 吕安的老婆十分漂亮 结果却被自己的哥哥吕迅给煎污了 吕迅恶人先告状 到司马昭那里诬告弟弟吕安不孝 司马昭提倡以孝治天下 在当时不孝是可以定死罪的 姬康听闻此事怎能置身事外呢 他立刻用自己的声望为吕安站队发声 誓要还吕安一个清白 他再次发挥了写绝交书的特长 写下了一篇与吕长涕绝交书痛骂吕迅 但正是这封绝交书让黑粉中会逮到了七会 中会和司马昭开了个小会 姬康就被扣上了吕安同党的帽子 于是姬康被投入阴森的大牢 这一次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召唤 在狱中他写了一首陈狱的忧愤诗 文字中没有了以往的肆意激扬 死亡面前摇滚歌手的愤怒 也成了即将离世的哀鸣 公元262年的秋天洛阳城里万人空巷 那一天司马昭感到莫名的心慌 有那么一瞬间他怀疑自己这样做是否是错的 犹豫之时中会来报 洛阳城三千太学生为姬康请愿 竟有人主动申请 与姬康共同赴死 这一闹司马昭摇摆的心再次坚定了起来 小人战胜了君子卑鄙去代了高尚 历史的天际一抹血红浮现出肮脏 刑场上的姬康一态镇定依旧俊朗 他轻轻问了句 我可以再赴一次琴吗 哥哥姬席赶忙取出了那把跟随姬康多年的古琴 于是就在那肃杀的刑场之上 响起了千年绝唱《广陵伞》 异曲结束 姬康轻叹 广陵伞于今决矣 道广微闪 人头落地 姬康临死之际 将一双儿女托付给了山涛 就是那位已经绝交的山涛 禁书记载 姬康临行前对儿子姬少说 巨猿在 入不孤矣 由此还衍生了一个吉少不孤的成语 而山涛不负所望 对姬康的儿女视如己出 并将他们抚养成人 聚见为官 公元304年 姬康的儿子姬少为保护 靖惠帝司马中燃血身亡 41年前姬康因司马昭而死 41年后 姬少为保护司马昭的孙子而逝 这父子二人都用生命 为自己的选择做了最好的权势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